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友的健康就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叫赵凌峰 来自陕西长安 1996年入伍 现在是火箭军母部的一名军医 23年前 我走进了这座大山 封闭 艰苦 寂寞 因为一个风雪中的哨兵 让我绝静留在了这里 因为一次成功的抢救 让我找到了人生目标 立志当一名好医生 每当看到他们暂时的目光 我就多了一份自信 每当看到他们满意的笑脸 我就多了一份继续坚属的勇气 很多人都说 我用23年的青春 守护了战友的健康 然而 对我来说 自一擦擦官兵 激励陪伴我 一步步成长 我应该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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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只要不坐诊 赵凌峰喜欢背上药箱 去哨所和训练场 寻诊送药 冲杠先上杠 然后首先把这个腿先给他别住 不要让他滑脱 别住以后 然后身子往后倒 身子往后倒 大家一看 基本上咱们平时的动作 都是弯腰动作 你这样做的时候 背部是一个反弯区 反弓 如果做完 你可以跟鸡头倒裂以后 你看这个脑袋 血就跑到脑袋里面去了 平时你可以下来 把腰都活动活动 双杠仰卧起坐 是赵凌峰从康复处方上 学到的锻炼方法 今天他第一次给战士们 教授师范 下来在鸡头不要就是 腰大劲在这儿吃地 然后他往前伸得着 比较腹肌之力 然后你看 他这个牵拉 这个腹肌头肌 也会得到锻炼 即可以缓解 这个腰肌脑 这个引起的疼痛 缓解椎肩盘腻 要有症状 还可以练习 这个半径的腹肌 剑脸 练得比较漂亮 摆浪 像摆 在双杠上 仰卧起坐 倒立 对48岁的赵凌峰来说 有些难度 但是他坐起来 却很轻松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眼前的这个医生 其实还是一个病人 要求你之时 动个利索 相当于就是 没完全 没完全好 这个08岁 就是看他 变化了程度 如果他变得慢 那就可能下部 做手术的时间 比较 延得比较长 如果他变得快 那可能做的时间 可能就比较近 那是两年前的一天 赵凌峰做了一次 B超检查 没想到 还真发现了 甲状腺有问题 单侧有一个孤立的结节 然后这个结节 周边的血供 还是比较丰富的 当时赵凌峰 正在备战基地组织的 魏勤专专业大比武 相关资料很暖心 说是这病一般都没事 然后自己也就觉得 先放一放也行 等这个段比武过去了 自己到外面 再核实一下查查 三个月后 赵凌峰和战友们 不负重挖 一举夺得 基地魏勤专业比武第一名 满载着喜悦回到部队后 他才请假出去检查身体 赵凌峰拿到超声检查结果后 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那个是给我报的 AGRS是五类的 85%恶性的 我就觉得情况可能不妙 最终的病理结果确诊 他患上了假装 现左叶乳头壮癌 那一刻 赵凌峰呆住了 可能将近有半个小时 当那一片空白 然后就是 在这个空白中 结束了以后 然后我急时间 就是一个想到了 我的家庭 父母 然后小孩 然后紧急着就 想完了以后 后来他意识到 还有自己的这个病号 也没有处理 刚缓过神来 赵凌峰就给 徐巧生打了一个电话 他经手的病号 那么没有 治疗彻底的话 他害怕人家 病号复诊的时候 过来找人找不到人 再说如果是病号过来的话 其他医生也不一定了解 病情 尤其是一个湿疹的 因为那个病号 它是你治疗的半截子 还是要需要你 因为搞皮肤的 就是我自己可能知道 这种中间用药 我停顿了以后的厉害 赵凌峰是卫生队里 唯一的皮肤科医生 几年前他发现 官兵皮肤病频发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于是他主动申请到 全军皮肤病研究所 学习了一年 在这个环境下 你要成为一个 大家是不现实的 我爸自己的敬畏 就敬畏一个 能解决周围官兵的疾苦 能帮助他们疾苦解决好 就行 官兵需要什么 就为他们解决什么 赵凌峰抱着这样的信念 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 从口腔科起步 陆续掌握了内科 外科 呼吸科 影像学等多项诊疗技术 看到一些患者 他很痛苦 很那个 如果没有人去 就是这个 我都觉得很难受 然后如果你给他 把这个患者 问题给他解决了 他康复了以后 幸福的这个笑脸 他我就觉得 我很有必要再留下来 如今自己身患恶性肿瘤 能不能再次回到大山 回到官兵们中间 赵凌峰的心里 打了一个问号 这是上次我去西安老家 然后回来的时候 在我家院子里面挖的 很新鲜的 因为我们家孩子不在 他不在 平时就我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就在家做饭 做的事 赵凌峰每次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生活做饭 这样很快 就能让家里有温度 有味道 生病以后 他好像更热爱生活 他会很珍惜 他把很多事情 可能看得比较开了 他觉得身边的很多人 他看得非常重要 为洪波清楚地记得 赵凌峰生病住院的 那段日子 是他们夫妻二人 相识以来 在一起时间最长的 赵凌峰先后 接受两次手术 他一直相伴左右 因为我同事他爱着呢 也是得这个病 已经好多年了 靠药物被吃 所以我就让他来 给赵医生 做做思想工作 让他思想放好 他设了一句话 说是 如果一个人 医生必须要得 一种肿瘤的话 他宁愿选择 甲状腺乳头状癌 然后我一看 他都治了 有五年时间了 心情慢慢都好了 我就觉得 这个问题 可能也并没有 像想象的那么严重 这个病友的现身说法 让赵凌峰 渐渐放下了心理包袱 术后第八天 他就提出了 一个特别的申请 我们领导都说是 要不你就在家里休养吧 后来我说是 我还是回去吧 回去还能做一件事情 我知道他那人 就是说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般你说是没用的 2017年7月13日 赵凌峰在离开部队23天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大山 回到了战友们身边 我叫赵凌峰 来自陕西长安 1996年入伍 现在是火箭军母部的一名军医 每当看到他们赞许的目光 我就多了一份自信 每当看到他们满意的笑脸 我就多了一份继续坚守的勇气 很多人都说 我用23年的青春 守护了战友的健康 然而对我来说 自一擦擦官兵 激励陪伴我 一步步成长 我应该感谢他们 居女人生正在为您播出赵凌峰 你的笑脸 我的名片 我现在每天 早上后我就要吃药 现在我每天吃三种药 几种药 是乐了 是预防复发的 需要长期去吃 或是跟别人侨侃了 吃着别人是药官 现在自己造成真正的药官子 见 您是好 你好 赵凌峰边休养边工作 像往常一样 每天不是值班坐诊 就是外出寻诊送药 患者来看病 然后我就更能体验出 一个生病的人的 一个痛苦了 然后我就 从那以后 我就更耐心地去给他们解释 去给他们去真挚 没想到 他的生活工作 刚刚回到正轨 家庭再生变故 2017年10月28日 赵凌峰的哥哥因病去世 同年12月13日 他在任务一线 又接到父亲病逝的噩耗 要么就是找到一个人刚刚打人来求 就是练力量 大量的运动 脑袋可以分离了 马飞胎 然后可以是那个 相当于人的心情 什么 然后变得好一些 举力的运动 帮助赵凌峰 慢慢从痛失双亲的悲痛中 走了出来 也让他对未来 有了重新的规划 我就想 这个人生啊 就觉得很短暂 说尸子不行了就不行了 说出问题就出问题了 对我来说 可能死光 没有正常的人那么长了 我就更应当去珍惜这些死光 珍惜这些死光 没了后来我就在我的剑道上 行不得就要 寄访我写了一句话 就是珍惜每一千 做好每件事 2018年1月 火箭军某部 授领了一项演训任务 时间跨度长达半年 卫生队在第一次动员的时候 赵凌峰就报了名 我当时想着反正 就是符合要求嘛 他也自己想去 然后他医疗技术 这方面也很过瘾 身体素质这方面也很好 他既然想去 那我就报上了 也没有多想其他的 然而当郝宇新把名单 上报到机关的时候 赵凌峰的名字 却被无情地删掉了 应该说是我们部队 有此以来的 承担着一次重大 跨区演训任务吧 应该说 对所有参加演训的人员 标准要求是非常高的 考虑了他还正在千月时期 我们还是忍痛隔爱 演习没有去成 但是赵凌峰却从业注江内里 受领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这一两年然后训练强度变大 变大了以后 然后好多患者就出现这种 腿的一些老损啊 晚关节的老损还有腰的老损 他就是两个人拉最好的 然后拉到一种程度 然后抓住他的腰带 直接一骑就上去了 你看几个人现在登去 你看那个腿 腿他们踩石滑下去 我给他指导一下 这些训练商都属于慢性病 没有特效的疗法 按照规定 卫生队诊治不了的 主治医生会开具证明 转诊到上级医院治疗 如果生病的战士都外出看病 直接影响到部队的直勤训练 赵林峰的任务就是解决 困扰部队官兵的训练商 他的第一步从严控转诊开始 在别人心目中就说他就比较固执 比较老化 就是那种不通这个人情 就是这么说 把关把得比较严一点 然后大家就觉得 卫生队这个官兵能不能外出 都是踏实了算 刚好这一点其实说实话 也符合我们或者领导的意思 然后大家可能把矛盾 就集中在他身上了 怎样在短时间内 帮助他们解决训练商难题呢 赵林峰决定另辟蹊径 于是赵林峰从针灸开始学起 时间不长 他就见到了效果 正是这个病号 让赵林峰对中医解决训练商难题 充满了信心 于是他开始有针对性的 学习掌握中医的一些疗法 穿屋的这种是热性的 我们不要给关节 童童们平时训练的训练商 关节疼 风湿性关节炎 腰腿痛这些都用的 好 今天一边 相比较而言 医影的训练任务碎重 因此赵林峰给予了重点关注 稍微这儿你看它有咬肌 摸起来你拿手感觉一下 它就有点烫 太烫了 别把皮肤烫伤了 他们普遍坐下来就反映这个效果咋呀 他们效果反映还挺好的 就是反映他们效果比较好的 考虑到营队的训练商最多 赵林峰专门上山采了草药 泡了两盘药酒 放在营卫生所 一个咱们做这个理疗 跟做这个药酒 它是一方面 一般能实现这个椎间盘透出 或者腰肌老损 往往就是你的腹肌可能比较好 你的背肌相对于来说薄弱一些 明白吧 你把两个肌肉断断平衡 它就好了 运用针灸 理疗 药酒等 一系列中医疗法 再加上最近推广的康复训练 困扰战士们的训练商难题 慢慢得到了环境 它这个医术 我也比较相信 所以我看病基本上都是 它要在的话我就找它 来龙区没跟你讲得很清楚 能说这个病龄是怎么来的 怎么整的 能跟你讲头吃 这个台阶总共有六十五节 我每天都有上下 这个上这个台阶就像这个医学 你有一个东西不懂 然后你把它弄懂了 就像上了一个台阶一样 你上的台阶越高 你解决的问题就越多 下这个台阶 你思思就要注意这个脚下的安全 就像看病一样 要做到胆大心细 如履薄冰 卫生队外出有一条平坦的大路 但是赵林峰每次都走这条捷径 因为这样可以时刻警醒自己 不要忘记刚当军医的那个冬天 在寒冷的血液给他敬礼的烧饼 他那个迷茫 然后那个嘴唇周围 那个帽子上面也是一层小背霜 他一个人默默地真的他坚守着 为大家维护着一个营区周围的安全 我就觉得很感动 那时候就下进决心 我一定要把我本专业搞好 把他们的身体给他保障好 一定就在这儿待下去 当年的这个决定 让赵林峰在基本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 坚守了23年 他先后为25000余名官兵送去了建康 将4名战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部队培养了26名医师和卫生骨感 珍惜每一千 做好每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